美国的国战很可能在6月1号的时候正式的违约 而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危机 美国因为两党的斗争 拜登作为一位总统 他只想到他如何blend the Republican 如何归咎给共和党 而共和党要求他削减一定的赤字 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合情合理 你可以说他提出来的项目你不同意 那你可以跟他讨论说那其他的项目我们来削减是否可以 因为美国今年的许多预算都创下了史上最高 那你既然一个国家的债务这么高 而且在美国的宪法里头他规定了一定的国债的比例 你怎么可以default可以违约呢 可是拜登似乎在这件事情里头 他没有一个总统的高度 他已经变成一个总统候选人 在他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总统候选人的角度 所以我们就提早开始做美国总统大选的专题了 而美国财政部长Johnny Allen 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经济学家 前任主会的主席 他在G7的财长会议前就表示 如果美国国债违约的话将引发全球的经济衰退 也会削弱美国以及美元在全球经济领导的地位 目前全球的央行在美元的储备 还是阶级60% 58点多 他如果正式的违约将会引发很大的混乱 将来的信心会更脆弱 事实上如果看2013年那一次 那个时候是欧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刻 两党虽然也对立差一点违约 可是最后避开了违约 而那一次就导致了标普S&P跌幅将近15% 所以拉紧你的皮带 我们不知道美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Yellen自己在被问到 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 拜登政府能否避免违约 Yellen说我表示怀疑 而且他说了一更警告的话 他说现在可能白宫的想法 是想援引宪法来避过债务违约 但是这会使美国陷入宪政危机 美国的宪法里头 14条修正案里头可以自行发债 拜登可能研究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但Yellen提出了警告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马上变成宪法危机 你告到了最高法院 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最高法院 第一个他本来很多都是川普所派的 第二个你在法律上 即使不是保守派 自由派的人也可能会说你违宪 所以最终会变成了一场宪政危机 而我们现在的时间点 已经是5月14号 6月1号 美国很可能国债即将default 而一default以后 很可能未来的金价就越来越高 而大多数的人宁可拥有黄金 而不再是持有美元 大线就在眼前 一颗不及时拆解 全球投资市场将悉数陪葬的 美债违约炸弹 正进入濒临引爆的倒数时刻 但大线中的对战双方 却无视排山倒海的警告与批评 继续挑战彼此底线 有意纠缠至压陷引爆的那一刻 特朗普和纳西威洛西的两个悲惊的敌人 进入两年预计的预计 并进入死亡的预计 这可以成功 而且必须成功 最终会成功 对拜登和凯伯克康 而国家不会退出 美国国库现金6月1号见底 财长叶伦极如热锅蚂蚁 一周来上遍全美各大媒体接受专访 喊话告诫不见退让的美国朝野俩造 世界第一强权债务违约 将是酿出全球经济陪葬的历史贡业 即便已到日本出席G7峰会 依然尊尊告诫两党该速速上一文事 千里外的华府今晚终于出现 九十多天来亡不见亡 共和党众院议长麦卡锡 民主党及美国总统拜登 连同两党三会国会领袖 首度就债线问题 在白宫商议的破冰画面 但事后证明 两兆依然坚持各自政治排算 5月9号第一会无功而返后 在双方退让依然有限下 第二会确定再延一周 总统拜登上了他的努力 共和黨民主黨激烈對峙 在野陣營 希望執政黨全面削減 各項公共開支 執政黨隨著距離 下屆總統大選投票 只剩年餘 在選票壓力下 必須端出戰機 始終不肯退讓 分好財政開支 但倒計時的秒針 滴答作響 美國媒體鋪天蓋地 報導倒債後的 經濟副效應 似乎產生了推進作用 談判優勢被推向了共和黨 白宮首度坦承 接下來確實可能 必須接受消減開支 或者設立開支上限 換取達成短期挑高 美債上限的協議 但堅持在降通膨法上 沒有絲毫可妥協的空間 馬斯亞伝領 報道 瑣大熱 小堂 一一百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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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政策 что ничего, не可以 опять what happens, сureят you'd risk social security you wouldn't pay all of it right so you would maybe give IOU's to senior citizens saying you're not going to get a direct deposit in your account this month but maybe next month we'll have some money we can pay you I'm told that the white house has been making very clear what they will not negotiate on and at the top of the list of the items that they are taking off the table is the president's landmark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which made historic investments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hat House Republicans have already targeted as part of their bill. Student debt forgiveness, Medicaid and SNAP benefits, I'm told, are also things that the White House considers as off the table here. But ultimately, there is a growing acknowledgement in the building behind me, Wolf, that they will need to accept spending cuts. They will need to come to some sort of agreement that results in the federal budget having less money over the next coming years. What we're not going to do is negotiate against ourselves. We're not going to be saying, well, we'll give you this and give you this. They need to come forward with the proposal and figure out how we're going to get there. You want to have a short-term debt ceiling increase to try to do it? Well, then that's going to cost something too. Rating agency, Standard and Poor's has downgraded the United States at rating from AAA to AA+. 2011年,将是在民主党欧巴马政府 与国会共和党人之间 宣腾了整个夏天的美国债线危机 执政的民主党不但还是在最后一刻妥协 同意削减联邦政府支出378亿美元 让共和党获得胜利 也让美国国家主权信品遭条件一等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数字 整整12年后 华府再次重演 一旦引爆代价是将不菲的债线危机 美国政治的奇特设计 一旦朝野由两党分别把持 便给了国会运作债线议题 绑架政府的空间 一而再再而三把这一枚巨大汽油弹 仍值到自己家里 医友分析指出 即使短暂违约 也会使美国经济损失50万个工作岗位 更遑论长期违约 会让GDP暴跌6% 流失与金融海啸期间 一样多的830万个企业港会 最坏情况甚至可能在七八两月 美国必须完全停止借贷 届时势必重击全球金融市场 美元大幅贬值 树地推高持有与大宗商品价格 演戏的是疯子 看戏的是傻子 债线危机该有怎样的结局 美国两党才不至于双输 想必各自心中早有地见